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分享 想在家自制纯正的红薯宽粉 以及酸辣粉的做法 做好的宽粉,筋道爽滑,有韧性 味道酸辣爽口,特别的过瘾好吃 准备好红薯淀粉,先倒进盆里 因为这些红薯淀粉呢,全是小颗粒状 再分次少量的往盆里,加入凉水进去 然后呢,用手这样不停的抓捏 将红薯淀粉的鸽子全部捏碎 等淀粉粒没有疙瘩了 再将它们团成一个个拳头大小的圆球状 下来烧一大锅水 把团好的淀粉团子放进开水锅里煮 开大火煮五分钟 这个小碗里呢,是倒好的姜蒜泥 加入少量的凉开水 再加入少量的香油,进去搅拌均匀 咱们这个姜蒜汁就调好了 放一旁备用 锅里的淀粉团子煮好后 控水捞入盆里面 然后将团子全部切成小块 将它们分离开 再趁热将它们均匀地揉在一起 经过前面在锅里烫的这一步 这样到时候做出来的粉条才会更加的筋道 最后揉成一个稍软的光滑面团 然后切成小等份 整理成长条状 放进压面机里 锅里水烧开后 将粉条压进锅里煮熟 家里没有压面机的可以做手擀粉 就像做手擀面一样擀开 最后切成宽粉 粉条煮熟后 捞入凉水盆里过凉 这个就是纯正的红薯粉条 全程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 而且做出来的粉条特别的筋道 下来分享一个酸辣粉的做法 往里加入一勺盐 加一小勺的鸡精 一小勺的味精 加一勺花椒粉 再加一勺姜蒜汁 加点生抽 加稍微多点的香醋 再加入两勺辣椒油 然后倒入开水进去 将调料冲开 最后加入热好的宽粉进去 再加入榨菜丁 小葱花和香菜 再加点油炸花生米 好了 咱们这个家庭版的酸辣粉就做好了 味道酸辣爽口过瘾 特别的开胃好吃 做法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试 正在半天的垂直风水 不是垂直风水 你还拿机器压了一下 要是赶的话就垂直风 嗯 没有能力气还压出来 你听到了吗 一道 你那碗盐盐吗 我盐盐盐盐 火油火油盐盐 我压的时候就感觉了 可见到了 手擀的话得趁热擀 要不然就擀不开了 油火会赶紧擀开 嗯 我感觉了 下从地方追追追 我们尝你的 味道一样吧 你的比较酸 你让我多加醋 哎 香菜比较酸酸的 我的醋稍微少了一下 再喝点吃吃开胃 嗯 辣辣的也开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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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